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端午節年假大家愉快 這裡我旁邊是詹義山 找詹義山來你就知道我要談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拚到他 好啦 不過比較有趣啦 三卡度到現在為止 不曉得現在這樣講說侯友瑜已經注定老三 你覺得這樣講我們會不會太快 我覺得侯友瑜注定老三的原因跟 都不要怪別人就是他自己 然後我覺得會不會太快我覺得 選到最後國民黨會不會那麼慘 我覺得不一定打一個問 但是民調一定都是老三 就是民調跟實際的組織盤的動員 是有一定的差距有落差的 國民黨會不會選到變老三 我覺得有這個機會 但是侯友瑜目前他被定位的形象 他整個人設崩裂 然後被網友枯手成各種的 這種形象的情況下 他的民調要往上走 那他外有柯文哲民眾黨的壓制 就是說我不喜歡賴清德的人 本來可以期待如果賴清德做錯事 打賴清德打得很兇的時候 可能民調可以往你那邊移動 現在不會嘛你把賴清德結果都往柯文哲移動 另外就是還有一大部分的人 國民黨支持者是到所謂的未表態 因為內部你有郭台銘的期待值在 就是說我有換侯的期待值在的時候 我就我請你侯友瑜幹嘛 我就等你換啊 或是等郭台銘出來啊 你說這個所有的侯友瑜的不利因素 集中在他所有一個人身上 就內部有郭台銘外部有 移動有反正我支持度我不爽 賴清德我就支持柯文哲 那我內部我還有一堆人說 那我不表態我等你換啊 所以他變成是說他有一個天花板 一直壓在那邊 這個天花板現在不斷往下移 本來是25% 現在下移到剩下20% 我覺得他要突破20%這個天花板 是有難度的 哇 所以我們今年的氣寶效應 應該會提早開始 也不叫氣寶 國民黨分裂投票 我覺得氣寶效應還太早 氣寶效應一定是等到選前一個月 才會產生所謂的氣寶效應 現在其實都是選民對於侯友瑜的不滿 加上對於郭台銘的期待 加上對於就是所謂的選票移動的時候 我移動到柯文哲身上 其實賴清德的支持度一直都還蠻穩定 就是35%左右 他就是3538 對 你剩下的那些人所謂的 所謂的非綠陣營 或者是說不滿民進黨的這些 大概50%左右的這些支持度 他就被分割了 那現在你侯友瑜就是分裂到 我不滿的人 你侯友瑜表現又入了殺 我就分裂到柯文哲 那一部分就移到魏表泰 魏表泰部分其實都在等待郭台銘 不要忘記郭台銘其實動作很大 其實一直有機會 甚至變成是甚至是第四組 如果說朱立倫說 朱立倫昨天說 說那個我們要向中華隊到第九局 來決勝夫 我也知道啊 氣保是在第九局下半 因為就是要九局 他一定要找個理由撐到九局下來 但是中華隊最讓人家生氣的就是 該換頭的時候不換頭 每次已經丟了五分了 你什麼總教練還在那邊 趕在那邊讓人家生氣啊 可是說實在 國民黨 國民黨現在沒有問題 是他沒有中繼投手 他沒有人欸 沒有這個是 他除非 除非九月十五號 郭台銘回國民黨 我覺得 不是沒有人 是朱立倫不要 整個今年在所謂的國民黨 我說是國民黨自己造成的 國民黨從侯友瑜最高 三十九點九欸 三十九點九 最高不斷的往下崩跌 南投補選就是 你應該就開始要轉變你的策略 對 因為南投補選就是 你就看到侯友瑜這個人的 他的政治性格嘛 就自私嘛 自私嘛 結果朱立倫比他更自私啊 朱立倫是認為說 其實他其實 一度想要換跟郭台銘合作 所以郭台銘 郭董 我猜 郭董不是那麼傻 真的被朱立倫騙 朱立倫一定是誠心誠意的 曾經有一度希望郭台銘出來 但是最後為什麼朱立倫又撤了嘛 又變成侯友瑜嘛 其實很大原因是郭台銘 事造太大了 就是當所有的地方派系 中常委 立委都站在郭台銘旁邊的時候 朱立倫發現 如果提名郭台銘 我真的變成空投黨主席啊 他本來就會這樣子啊 你造王者不是王啊 哎 問題再來就是說 當他發現郭台銘變成真的王的時候 他連什麼都不是的時候 他就反而覺得說侯友瑜好控制啊 所以朱立倫的提名不在於提名最強的 而是朱立倫會有角色的那個人 也就是說他在最後判斷提名侯友瑜 他那個判斷點不是侯友瑜會比較強 而是郭台銘不好控制 侯友瑜是比較好控制 因為 可是 你說侯友瑜比較好控制 因為 結果後來發現侯友瑜也不太好控制 侯友瑜從來不是一個好控制的人 所以你遇到像阿扁這樣子 那阿扁之所以 他跟阿扁之間是因為 阿扁的警政不懂 對 你要要辦案他沒辦法 阿扁是律師但他不會辦案 你說要去指揮怎麼辦案 這個還是不一樣 那侯友瑜那時候只是大隊長 刑事警察局 只是士行大隊長 對 所以他跟阿扁兩個會 兩個會一起成長 你知道嗎 阿扁衝天 他就 他也跟著升天嘛 可是 可是對侯友瑜來講 有一個 有一個 我不曉得該怎麼講 因為以前在民進黨是在裡面看過他嘛 你覺得侯友瑜的意志力能夠 因為我們現在離7月23 大概一個月嘛 你覺得他撐了 他自己的一本身的意志力 有辦法撐到撐這個一個月嗎 我覺得意志力跟壓力 是 是要看來變大 他現在壓力一定很大嘛 對 不然我覺得到底 夠不夠大在柯文哲的動態 對 就是說 現在我覺得 朱立倫還壓得住喔 譬如說我們想小小強事件好了 小強的所謂的政黨輪替大聯盟 那小強我會覺得人齁 真的是政治是很現實的 欸小強這個封號不是我叫的呢 人家說會飛的小強 那不是我叫 是柯文哲叫的 第一個政壇第一個叫 羅志強叫小強是柯文哲 結果 人家這麼侮辱你叫你小強 馬英九的小強 結果你今天為了當選立委 你去跑去求柯文哲 對 然後去提出所謂的政黨人替大聯盟 啊就當然被黨中央祭出黨紀來壓制嘛 其實其實包括自己國民黨裡面 很多人對羅志強這一點是很不滿啊 對很多人不滿 簡單講這種事情齁就算 就算要做一點 不然 這個 這種事情是不能 敲鑼打鼓當街叫喊 但是我今天 因為你連723你都還沒過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我要幫羅志強講話 今天會提出政黨輪替大聯盟 他不是第一個提的勒 對啦第一個提這個概念是誰 是你黨主席朱立倫耶 因為他知道非律 非律嘛 你在侯友宜第一名的時候 你覺得你可以整合郭台銘 可以整合柯文哲 所以你就提出一個非律大聯盟 啊現在人家只是把你的概念改成 政黨輪替大聯盟有差嗎 其實沒差嗎 對 所以你可以用黨紀去處分這些人是不對的 是國民黨以這一場選戰不斷的沒有 以自己的中心核心思想 你不斷的根據你的民調做移動嘛 他沒有大戰略也沒有什麼戰術 他有大戰略 好就是把下架民進黨嘛 他大戰略 那是那算戰略嗎 對但是當你 這是戰略 如果你設定這個戰略說真的 柯文哲贏你真的就要理讓人家 哈哈 理解你就要跟柯文哲談嘛 你說好我朱立倫去當行政院院長 你就做總統嘛 對你可以這樣談 但是你沒有你只要你 柯文哲只要衝到第一 比你高的 比柯文哲民調高 比國民黨民調高的時候 你馬上你的戰略就調整了 嗯 那你現在的戰略 你現在是最後 你現在變老三喔 老三你的戰略又是什麼 你也不清楚啊 其實我覺得他們沒有戰略 就我覺得贏的時候 國民黨一直就是贏的時候有戰略 啊那輸的時候就太亂了 我覺得他們 我覺得他們 贏的時候也沒什麼戰略 就是說 贏他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贏啊 啊是啊 因為順風嘛 是啊 其實其實政黨都很容易 不管是國民黨民調就 順風的時候喔 你 你你你你你你連三字經 你都會覺得是 這樣子都沒事你知道嗎 對 但是逆風的時候喔 你就是做一 做得再好喔 都要打打對子 逆風就是這樣子 那有時候是逆風你就要打到贏嘛 好我要講說 逆風的時候喔 你出一百百分之百的利益其實不夠的 尤其台灣的 台灣的所謂的風向 或者民意支持的那個變化非常大 民進黨逆風過嗎 賴清德逆風過啊 有 去年年底逆風啊 他靠了欸 一直輸欸 呃 縣市長輸 北市補選輸 然後那個嘉義補選 選舉輸 然後你整個一路輸 輸到 撐到南投補選贏才回來的 評選輸 南投真的 現在越看越清楚 南投 挽救民進黨的 其實不是說贏一席啊 是那個 是 那個是 你說是 那個是 是不是足不足以讓賴清德一定贏 啊不一定 可是他是轉折點 他是轉折點 他穩定出腳步了嘛 對 比如說賴清德的35% 其實跟選錢 選錢 大概賴清德就是35% 對 為什麼民進黨會定於一尊 因為就 其他人就沒有賴清德這麼高嘛 那你說高 可以高到跟 過去蔡英文 在 2020年那817萬票 當然不可能 也不可能 所以但是你就是 至少穩住了國民黨 民進黨的基本盤嘛 那你從這個基本盤裡面 再去做盤算嘛 這個是民進黨可以打逆風戰 他可以從 賴清德在去去年縣市長輸 他掉到20% 30%以下嘛 對 好像2827嘛 他可以穩定回來到35%嘛 對 那這個叫做這基本盤 那基本盤穩固之後 你再從這個地板裡面起跳 那國民黨從來不知道 怎麼去固守他的基本盤嘛 是 是 好啊其實你問我國民黨 最大的問題 我一直覺得國民黨從來就不是 國民黨從這四年 其實都叫做 地方強中央弱 是 那他們其實應該從地方去包圍中央 這個戰略要去全行 但是他們只要一贏就覺得 中央就覺得他們自己很厲害 朱立倫 侯友宜就覺得他 不可一世 要進軍中央 覺得就差那一步了 對啊其實就是說 侯友宜你強 不是在全台灣都強 也就是說如果我是國民黨黨主席 我會叫做聯省自治啊 就是就是你不要覺得你黨中央很厲害 朱立倫很厲害 侯友宜很厲害 一進黨中央就可以號令全國 不可能 一定是聯省自治 因為你真正強的是你的地方首長 你的縣市長們 你的桃園張山正 你的 你的台北的蔣萬安 他們在那個區域裡面 都擁有他那個區域的優勢 你要一個人號令全國是很難的 因為你這個政黨就本來就很很難有所謂的 包含各個小記都自己有一份盤啊 比如說許小新在網路上面 絕對贏侯友宜贏 那當然 對啊你所以你侯友宜 你就不可能在網路上 你就要依賴所謂的許小新 所以許小新就可以跟你嗆嘛 你一臉書樣嘛 所以他就國民黨的問題 長期以來的問題就是 他們其實 你說他們以前有定過一尊 因為以前叫做 以前叫做那個威權式政黨嘛 威權式政黨從李登輝時代到馬英九 是最後一個魅力型領袖之後 可以號令全國之後 馬英九真的是那個時候還是 馬英九選總統之前都還算帥 對啊所以你你你 你這樣的一個狀況下跟你 你就沒有辦法 他們就沒辦法調整成民主型政黨 會有一個民主型的領袖 我要講說賴清德為什麼會定一尊 很清楚嘛 賴清德在雖然在2021年挑戰過蔡英文 2019年初選的時候 他是一路從民進黨的民主選舉裡面 打出來的嘛 是 對 就是要經過選戰的洗禮 包含他所謂的這一次當完黨主席 為什麼可以定一尊 是因為他打贏了嘛 民進黨完全是用戰功來勝負 因為蔡英文也是 蔡英文那個時候 當民進黨黨主席 其實 其實 過程當中 最重要就是2010年嘛 對 就是他輸 他輸 無所謂 但是你只輸11萬票的時候 而且你破100萬 而且輸給朱立倫差11萬票 那個就是那個 那個就叫戰功 對 然後包括過程當中的幾個立委補選 也有贏回來 對 所以民進黨完全是一個 所謂的民主選 啊譬如說 20 最亂的時候2008年嘛 你也要辦初選嘛 你說要辦 不要把初 初選當成洪水猛 現在國民黨慢慢有人敵初選 國民黨就長期以來就是用喬欸 那宮廷政治大佬政治 所以侯友宜你現在 每天在拜訪那些80歲老人 我說真的連戰除了他那一票 影響不到任何人啊 對啦 可是對侯友宜來講也沒辦法了 他 他以我 我的看法很簡單就是 他因為他自己的盤 盤崩掉 他的盤 我所謂的盤崩掉是 原來他在中間選民這一塊 潛藍全綠 他都吃得到 可是過去這半年的時間 他這塊整個崩掉 他甚至崩到連他的基本 國民黨的基本盤都 都分裂 所以 這一段時間他所有做的事情就是 想要先把 國民 不是不是侯友宜齁 是國民黨的基本盤 向他靠攏 所以他才會做這些東西 我還講說 包含連國民黨的基本盤都已經 都分裂嘛 沒有都質變了 但是他們傳統在國民黨的宮廷政治 包含助力人都是啦 訓練出來的就是 我先顧好八大佬 就是說 國民黨的基本盤 你現在不能顧八大佬 這八大少 你知道嗎 徐巧欽 這才叫韓國瑜 這才叫有選民基礎 也就是說 國民黨現在 國民黨最小 國民黨的支持度曾經 慘到十一趴十二趴 十二趴 這叫國民黨的基本盤 那為什麼韓國瑜可以選到 五百五十萬票 找到三十五趴 十塊四十趴 因為他有韓粉嘛 韓粉這群人 甚至部分的磕粉是河流的嘛 對 所以這些人是大部分是 跟國民黨完全沒關係的 已經不受國民黨控制的 所以國民黨盤是小到非常小的一塊嘛 說真的連侯友宜都比國民黨盤還大 他畢竟是新北市長 其實新北市的資源 五月十七號以前的侯友宜 我覺得基本上還是大於國民黨 大米國民黨 可是你知道一個月他小於國民黨 對沒錯 但是侯友宜你看到他還是有二十趴 但是你看國民黨民調 他都只剩下十幾趴 欸可是戴麗安做的齁 非侯不投齁 就是我記得沒錯 就是好像就是十一趴還是十三趴 就是國民黨的盤嘛 有的時候 所以侯友宜現在這整個戰略亂掉 他去拜訪這些 那些大佬們 包含王金平啊 你其實就是顧那十一十二趴嘛 唉 啊然後你為了拜訪這些人 你去讓自己的新北市政府 亂成一團 搞出這個所謂的 幼兒園的餵藥案 不能講餵毒 我現在改 餵藥案 然後讓自己民調崩跌 說真的以 大家都看風向 會看風向 風向 你越低 民調越低 你在新北市連自己的 本命區都沒辦法顧好的時候 誰理你 柯文哲 柯文哲 柯文哲的相對來講 好 大家很多人 尤其民進黨支持者 說他沒有核心價值 對他是價值上是搖擺 但是他的戰略是非常清楚的 嗯 他包含 他其實從 所謂他當上台北市長 跟綠營合作 一直到 後期為什麼要跟綠營分開 然後 呃去成立台灣民眾黨 去跟國民黨來互搶 這一塊的 所謂的藍營 或者是反民進黨的選票 這部分的戰略非常清楚 而且一步一步來 嗯 我要講的是說 因為他知道 民進黨執政之後 他如果要成為一個 他不可能做小的啦 嗯 柯文哲的性格第一個 你要講的 他就是覺得他最大 而且他對女性有 呃強大的歧視 所以他對蔡英文總統一直都 他瞧不去女生啊 對 所以這一塊 可是他很怕他們家那個齁 也沒有啊 他沒有怕喔 他哪有怕啊 你問網友就知道了 你看網友陳佩琪去日本的時候 人家說陳佩琪穿得很漂亮 他就說 只有你們媒體會這麼說 他其實對女性長期以來 會有一種貶意 他為什麼這樣子啊 我說真的那個年紀啊 然後他爸爸又是日本教育室 日本訓練出來 其實李登輝常常有 沒有那是有 呃有一點男尊女卑 然後他我不是說他對女人不好 他可能對女人會很好 但是他他們好的那個定義 是那種我男人應有的那種保護女人 那種角色出來的定義 大男人的那種 對跟現在的性品是非常不一樣 所以有時候現在談性品 要體諒一下這個年紀呢 因為受過很多的那種 日本教育的那輩的人喔 他們對於女性的看法就是這樣子 嗯 就是啊 男人就要在家裡啦 哭小孩啦 這個是柯文哲長期以來 因為他爸爸也是日本訓練出來的 日本教育訓練出來 所以他們家庭的教育裡面 就有這樣一個對於性別 所以他因此也對蔡總統的領導 會有很多的意見 所以他不可能在 包含在第二次的選舉的時候 第二次連任的時候 他其實跟民進黨就正式的分手 可是當初齁 姚文志 在他第一次要選的時候 跟姚文志不是初選嗎 是 可是我印象中那個時候 蔡英文其實私底下幫了很多忙 好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幫了很大的忙 其實卡在一個東西嘛 就是說有時候我們民進黨黨主席 蔡英文那時候民進黨黨主席 要幫你 你也要讓我支持者福氣嘛 那時候就其實就卡到一句 一句話嘛 就兩岸一家親嘛 可是兩岸一家親 他不是當選以後的事情 沒有沒有 兩岸一家親從2015年 柯文哲為了辦理雙城論壇的時候 就跟 對對對 我講的是他2014的時候 2014他沒有講 對 他那個時候跟小英那邊還不錯 對但是他2015年 講了兩岸一家親嘛 因為為了要雙城論壇 對為了雙城論壇 那其實綠營很多人就不滿嘛 當然了 因為兩岸一家親其實 我要講的是說 兩岸一家親絕對不是柯文哲發明 宋楚瑜 宋楚瑜發明的 是宋楚瑜跟習近平講的 然後習近平把這句話當成是 在縣市層級的統戰的一個工具 對 就是你要先通關密語啦 你要講這句話 如果你不講九個 是講兩岸一家親也可以 對 但是呢 民進黨的執政縣市其實都沒有 都不願意講 都不願意講嘛 因為兩岸一家 聽到一家我們的支持者就賭 就差差了嘛 對 所以那個 2015年 連任的時候 其實為了解決這句話 其實我們還上 有台喔 綠色和平電台 我知道 後來 後來不到一個兩個小時 他就收回了 他收回的原因 是不是對面 我知道是收到一個關鍵電話 我真的不知道那個關鍵電話是誰 我們不要亂猜 但是收到一個關鍵電話 他就馬上下令 那個 那個 道歉 道歉 就把那個道歉收回嘛 對 就說他沒有道歉嘛 啊這樣子就兵拔了 就跟民進黨都沒看 從此沒辦法合作 也就是說 民進黨從來沒有對不起柯文哲 是 我們其實民進黨的支持者 本身對於意識形態 本來就有一定對於政治人物的一個要求 對 這些要求你做不到嘛 做不到你就自己選嘛 那我姚文智輸了就輸了嘛 那一年說真的 因為很多人 因為延長投票 很多人不想要讓國民黨當選 才轉投柯文哲 柯文哲 那一次才連任 因為我認識的朋友裡面有一票 他們 正常狀況他會投姚文哲 可是為了不要讓 為了不要讓那個國民黨 你知道他們那個心情是很複雜的 好 那其實在2021 連任之後 連任之後 其實跟綠營其實就長期以來 嗯 譬如說副市長林青龍啦 林周明啦 然後陳景峻啦 這些所謂的 綠營的所謂的政務官系統 訓練出來的政務官系統 就是不斷的離開市政府嘛 那離開市政府 其實慢慢就跟綠營越走越疏遠嘛 那還不斷的引進 變成黃珊珊啊 過去藍營或親民黨的人是進市府嘛 後來成立台灣民眾黨就正式的說 我跟綠營是沒有關係的嘛 那成立民眾黨的 他的策略其實就定得很清楚嘛 那時候其實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就是說好 因為民進黨畢竟執政黨你要去瓦解人家 或去把下面 因為畢竟執政黨的資源就多 他可以對於政治人物的 的影響會比較大 所以他們內部也相對會比較團結 所以他的策略就是定得很清楚 就是要分國民黨這塊的票 對 因為國民黨相對長期以來就是不團結嘛 從我今天要以國共內戰為例 我看國民黨 國民黨基本上就是現在的國民黨就是諸侯政治 是 所以在 20 在2019年其實郭台銘王金平跟柯文哲 所謂的在823炮戰的 這桃園三結役就看 就讓柯文哲看到你國民黨隨時可以被瓦解嘛 所以他就不斷的去瓦解所謂的 國民黨包含他的秘書長也都是從 國民黨體系出來的秘書長嘛 那個之前的那個嘛 然後現在是一個外交官 其實都是國民黨長期體系訓練出來一些 所謂的馬系的人嘛 他就不斷的用這些人 讓民眾黨可以去滲透國民黨的組織系統嘛 那我要講說這一次就更 上一次20 就是去年的選舉其實就已經做過一次的示範嘛 其實柯文哲就是公安那個示範就是 我們現在為什麼說 侯友宜會是下一個林根人嘛 對 也就是說國民黨跟民眾黨的合作在新竹市營造了一個成功的氣氛 當國民黨強的時候就可以說 欸現在我你要聽我 對 我這個新竹市營你 啊現在總統你會營我 但是現在柯文哲現在被點第二名的時候 你國民黨就很難去 你根本沒有正當性去開這個口 對你一沒有正當性開這個口 二你也很難去要求這些小基 或者支持者們說不要支持柯文哲 你看喔 民進黨有 民進黨可以要求 王世堅 你跟黃珊珊同台 高嘉瑜 你去跟柯文哲沒哪一眼去 民進黨的支持者會產生憤怒去阻止這些的所謂的政治人物跟柯文哲合作 國民黨從來沒有 國民黨而且他國民黨支持者不覺得不可以 因為你在20你在上一次的新竹市選舉 已經示範過一次國民黨跟民眾黨可以合作 對 這也讓民眾黨柯文哲看到可乘之機嘛 當然 看到可乘之機他其實你要曉得 民眾黨什麼都沒有他從零開始 是 他上一次才得五席立委 他常常被笑四怕大 也就是說 柯文哲非常擅長用一個所謂的小但是靈活的游擊隊的戰法嘛 這個是從他最崇拜的政治人物叫毛澤東嘛 那毛澤東怎麼打敗國民黨呢 我們看國共二第二次內戰整個對日戰爭結束之後 國民黨為什麼一路派倒 國民黨那時候一開始在1945年的時候 是有四百萬軍隊耶 國民黨有四百萬大軍 那時候共產黨才一百二十萬大軍 你四百比一百二十萬你還會打輸 怎麼打輸的 而且國民黨是開始接受美軍裝備 對 全部接受美軍裝備 美軍裝備不斷的給他 那個蔣宋美林每天在跑美國去要這些軍事武器耶 那時候軍事的裝備的武力是根本就是不對稱的 那國民黨怎麼輸的 一樣國共內戰 你從1945年共產黨的軍隊只有一百二十萬人 到最後打到最後1949年反過來 你國民黨剩下一百萬軍隊逃到台灣來 那時候中國共產黨有多少軍隊四百萬 總加起來還是五百萬啊 就像現在你說國非就是五十趴 就是國民黨加民眾人家五十趴 你說人數有沒有增加沒有啊 就是這一塊在移動嘛 那你重點是你國民黨為什麼不會記取你在國共內戰的教訓 因為每一個軍人都要各自保留實力 沒錯 你就是不因為我直接講說民進黨是一個有理念的政黨 至少有一個核心理念這個核心理念的 就是你有時候比較模糊不清 但是你很清楚支持者為什麼會反對你這些政治人物的言行 民進黨是只是靠那個旗子在選旗的 你服務再好你沒有這支旗子你還是倒 只要不拿民進黨的旗子就倒 這個民進黨的旗子就是所謂的意識形態 民進黨非常清楚的意識形態 民眾黨沒有柯文哲沒有 但是他戰略極高 他知道國民黨你也沒有的時候 我用戰略制度 我用聲勢吃掉你 嗯什麼叫聲勢 他最 欸今年侯友宜最強的時候39%有沒有 柯文哲幾%你去看嘛 15%以下嘛 對 加起來是不是也是50% 嗯 也是50%啦 他就趁你病要你命嘛 現在只換你侯友宜現在20%以下 現在換我快30% 我就可以把你的軍團一個月是掉 而且我可以把你的20%再挖咧 對 所以他現在的戰略就是國共二次內戰 我共產黨沒軍隊我沒關係啊 我一個一個挖 怎麼挖 我說現在就是一就是民調 他民調現在上來了嘛 嗯 小雞亂飛嘛 那民進 你要看到柯文哲的民調 我為什麼一直說柯文哲的民調也有地板 他地板就是那個15%也跌不太下去了 對 為什麼呢 他的有強大的年輕人支持度 對 他40歲 當他在15%到20%這中間排回的時候 他40歲以下的支持度還是維持第一名 對而且他第一名跟第二名 拉是拉開的 好因為這個人有去啦 對 國民黨的問題就是你找一個沒去的 你今天是韓國瑜 我跟你講這一群年輕人 又不一樣 又要跑一半走 對對對 好跑一半柯文哲的年輕票 絕對跑一半走 你就提一個所謂的好友儀 就是他的年輕人支持度 就只剩下18塊要掉到掉不出來 10%都叫掉不出來 可是我不覺得 我不覺得朱雲仁也好 或者國民黨都算錯 因為我用韓國瑜死的很慘 所以我今年有找一個跟韓國瑜不一樣的 那我要講說你不要小看韓國瑜喔 韓國瑜是因為香港的局勢 整個中共的反送中心的局勢 讓蔡英文拿到817萬票 我們有時候是說 勁動輸不一樣 你念爹 你熱情在 你這個政黨就顧得住 好我要講說 在民進黨最慘 2008年的時候 謝長廷顧到的票數叫什麼 500萬票 500多啦 500多 這個叫做正版的 我印象中好像其實跟韓國瑜差不多 對 好像550萬 550560左右 對 就是說這個 那時候 那個馬英九拿到700多萬票嘛 對 你輸不一樣快 你那個政黨會開 還在 韓國瑜 我直接講說韓國瑜 你不要小看韓國瑜 韓國瑜的基本盤 大於國民黨嘛 是 也就是說 所謂的泛蘭軍 所謂的韓國瑜這個是 他雖然選輸了 他是聚集的 很凝聚的韓國民黨不潰散嘛 所以韓國瑜在國民黨內 一定有他的歷史記錄 貢獻在的 在這個整個反送中 因為沒辦法 你國民黨就給包 背負的跟中國關係的一些包袱嘛 這你們長期自己造成的 這也不能怪誰 但是韓國瑜在那一年是 保住了國民黨的生機的 但是這一次的侯遠儀 第一個 他絕對難不到韓國瑜的票 以目前的打法 當然當然 絕對難不了 我直接判斷 他連朱立倫的380萬票都拿不了 2016年 哇 他可能直接會 到所謂的連戰防線啊 連辦 連戰叫做297 297還是2917 291還是297 連戰的防線大概就是 現在侯友宜的 300萬以下 比如說現在侯友宜 你名叫侯友宜的盤 大概就是290 大概300萬票了 比如說侯友宜 現在連戰防線前陣子還去找連戰啊 你找一個國民黨選最差的一個人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因為這一次真的是撒嘎都 如果以目前這個整個的態勢是撒嘎都的話 那時候宋楚瑜是拿到450萬票 因為他跟阿扁差沒有太多 然後阿扁拿到490萬票 大概450幾跟490 好所以他們差距非常近的是撒嘎都 連戰那時候最後 現在是不是很接近 如果以TPPS的民調來看的話 是很接近所謂2000年總統的複製嘛 有的說 有的說你到最後你整個如果氣保 如果柯文哲叫做氣保的那個 假設被保的那一方 被保的那一方 你是連戰的票會盪到所謂的 將近兩百三百萬票喔 就是說你整個國民黨是會被所謂的國共內戰的第三次 我說這叫做第三次的國共內戰 那只不過共產黨變成民眾黨 而這個民眾黨的黨主席柯文哲 又信仰的就是共產黨的那一套所謂的游擊戰 不要忘記了中國這一次的支持態度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最近也產生一些很微妙的變化 有時候共產黨不斷的在判斷你國民黨在國民 在台灣政治發展上 你年輕票不斷的上市的情況下 我如果要賭台灣未來 我為什麼要賭在一個沒有前景的位 他身上 最後是大概我們現在 現在一點點時間 柯文哲的那個有一個鍋蓋40歲喔 你覺得他可以推往前往上再推到多少嗎 推到50歲嗎 我覺得40歲以下他現在是第一品牌 40歲以下 我們當初我在幫柯文哲成立台灣民眾黨的時候 其實是不會覺得這次會當選 你問我柯文哲這次會不會當選 我也覺得機會還是不大 但是柯文台灣民眾黨會不會取代國民黨 我說十年內會 十年內 因為我們一直觀察一個點 叫做國民傳統的藍綠對決的政治 大概這條線 現在已經拉高到45歲以下 45歲以上 叫傳統的藍綠對決的盤 比如說國民黨在 但是民進黨是有積極在營造 所謂支持年輕人這一塊的 包含這次為什麼提名什麼民主大聯盟 提名一些年輕人 或者是一些非民進黨 傳統民進黨色彩的人 或者當初為什麼跟柯文哲合作 我先打斷 因為我們還是要進廣告 好 你說十年 我很好奇 你覺得十年 十年左右 十年內 這個民眾黨有機會取代國民黨 我說柯文哲 呃 在價值上面是很猶豫的 但是他戰略目標是非常清楚 對 在一個大戰略目標下面往下執行 當初成立台灣民眾黨第一年就是 好一目標一 在國會取得 呃 習次 習次 這個習次可以形成黨團 成功了 第二個就取得總統的門票 嗯 這兩件事情就成功了 都打標 去年比較失敗的原因是 因為本來設定是每一個縣市 都要成立縣市黨 議會黨團 對 但是看起來只有台北市議會 有成立這個議會黨團 那其他的會敗嘛 那也被 這個部分就是柯文哲在後期 因為為了保住高鴻安這一席 嗯 讓很多年輕人其實 對於所謂的議員 這張選票 對民眾黨產生了一些質疑嘛 嗯 啊這是 呃上次的議會 為了高鴻安 我不斷的說 我不要為了高鴻安 失去整個政黨的原因嘛 因為台灣民眾黨 呃在價值上雖然還在尋找 但是他其實 有取代國民黨的戰略目標在嘛 嗯 那你要取代國民黨的戰略目標 你跟國民黨合作 為了一起的縣市長 但是你犧牲了所有的小雞們嘛 而這些小雞們是很多 呃願意投入政治的年輕 清新的年輕人 你讓很多年輕人 因為這樣子失望 因為你跟國民黨這些 傳統政治派系的人 合作 合作你就會影響到整個政黨的形象 也讓很多小雞因此就 就落選了 你沒辦法打出一個 新政治的一個理念嘛 嗯 這個是我對呃柯文哲上一次戰略的 但是他這一次的戰略就 就 因為國民黨的潰敗 然後他變成在取得他下一個步 戰略的成功嘛 那因為 不是因為你打的好 是因為你 國民黨太弱 對手 對手太弱了 那他這次的目標其實很清楚嘛 就是 我要讓民眾黨形成關鍵的第三黨嘛 嗯 所謂的關鍵的第三黨 的這個目的是什麼 就是藍綠不過半 他只要拿到實習就夠了 對我拿到實習 在立國會裡面藍綠不過 但我在操作上 政治操作上 我可以跟藍合作 也可以跟綠合作 而且我 那我可以形成執政黨 或者形成在野執政 在野監督聯盟 好我這樣的 關鍵裡面 我就在立法院 我至少有一席副院這樣 如果我跟執政黨合作的話 我甚至是可以到 要到部會首長 那我透過這樣去培養 所謂的民眾黨的執政人才嘛 民眾黨現在最大的問題 他的選票基礎 是跟國民黨是重疊的 第二個 他沒有執政人才嘛 所以我必須透過一次一次的選舉 去把自己的執政人才 跟選舉人才全部培養出來嘛 所以為什麼十年 十年的意義在於說 為什麼獻這些段 要跟國民黨 或跟民進黨合作 的原因是 45歲的年輕人 我雖然過半 我在柯文哲的支持度 或民眾黨的支持度 是過半的 但是我在 往上一推 40到50這一層 45歲 那條線應該可以 花到45歲 之前 我是傳統的藍綠對決 我就吃不到票嘛 那你如果要去吃票 你就得像去找東東景啊 找地方派戲啊 去吃國民黨的角技 就會影響到你年輕選票的那個移動嘛 所以比較好的一個政黨發展策略 不是你為了執政 或為了去奪取總統這一位 而放棄你的中心核心思想 叫做年輕人這塊的成長嘛 那年輕人這塊的成長 他們未來會 行錯一個新政治的新理念 跟新政治的新理念裡面的政黨對決嘛 民進黨有在進行這塊 國民黨是完全在這塊是棄手的 對 那柯文哲努力的進行這塊的時候 這條線不斷的往上拉 總有一天我會過半嘛 就是一一年齡 那這個年齡 當你現在拉到45歲 那你在往上一層 在十年後 十年後他就是55 十年後 所以我為什麼 比如說他要看到柯文哲當選總統 是有這個機會的 但是今年這個年齡層的選票的那個母數 往上移動還沒到 還沒到嘛 就是說你傳統的藍綠對決這個政治框架 還框住你現有的政治局勢嘛 當你這個線不斷往上 隨著時間往上移動的時候 你那個框架就會改變嘛 所以大概就是推算大概就是十年嘛 那十年目標今年就是 今年其實不是為了當選總統 熱身 熱身是為了所謂的藍綠不過 那樣子執政人才 然後下一次你的縣市長 就會可以進去的嘛 下一次縣市長進去 你再選一次總統 那為什麼 因為通常台灣人的個性 這是普遍的投票行為 連任都會比較好選 對了 連任就是說 譬如說賴清德這次如果當選了 那你下一次 所以所謂的獲得 所謂的獲得 獲得執政目標 十年為目標 就是那時候成立的時候說 你今年就是三次的總統大選 大概民眾黨有機會形成執政黨 所以設定了所謂的十年到十二年的一個戰略目標 但是今年看起來 如果國民黨這樣不斷的摔維下去 當然TPPS民調我覺得還是有一定程度的機構效應 有啦一定會 一定有程度 我個人認為說你侯友宜 因為傳統的藍綠政治地方派系 你說國民黨 當然國民 柯文哲現在的戰略就是在立委提名上 就是一桃殺三世嘛 我覺得柯文哲在戰術戰略上是靈活而且聰明的 他一個無心影 丟新竹市丟新竹縣丟台中中二區 一次欸不是殺三世欸是四世 他為什麼要把吳馨寅到處丟來丟去 因為吳馨寅有實力嘛 對 吳馨寅有實力不是當選的實力 會影響到國民黨小雞們的當選機率嘛 可是我很難想像吳馨寅一個大小姐能夠 能夠他 不重要 他要他丟中二絕對不是要贏的 他丟中二是要言清標你來挺我柯文哲的 私底下來談 私底下來談了 雖然很多小雞他不是說嗎 很多小雞就是跑去找他啊 那私底下來談啊 那你談談欸柯文哲這個 你像羅志強我私底下聽 聽聽到有些國民黨的很多講 他說羅志強其實是怕柯文哲在他那裡去提人 對啊 所以所有的國民黨的小雞們就 到處亂跑嘛 到處亂跑小雞那個老鷹就去抓嘛 那抓的方式他的策略叫做一逃殺三世嘛 就是一個例子 因為他人才不夠多 他說來說去 吳欣穎蔡皮如 然後那個賴湘明 他就講來講去 其實如果看破 國民黨如果看破他的手腳 穩定軍心 其實柯文哲很難發展 可是問題國民黨就自己亂了 自己亂 你自己小雞就在那邊亂 因為你現在母雞也亂 小雞當然跟著亂 難怪人家說他有私心 我覺得他的私心不是他要選 而是他想要掌握全局 但是我要如果 朱立委有聽到這個節目 大概再不會聽 國民黨人聽到 其實你們現在最好方式叫聯省自治 所以聯省自治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你們沒有強的母雞 然後棄母雞保小雞 為什麼這麼講呢 就是說你讓侯友宜去跟這些立委候選人掛看板嗎 鐵釘死啊 但是你還有很強的縣市長 盧秀燕夠強吧 當然 盧秀燕在台中 你就不要去跟柯文哲談判 你叫盧秀燕就努力的 扶選台中的這些立委 其實民進黨的立委選舉這樣 縣市長的影響力非常大 非常大的 你像台中 那個時候林佳龍在當縣市長的時候其實 我可以講嘛 就是盧秀燕在台中的支持度 一定超過侯友宜一倍以上 也超過這些小雞們嘛 所以小雞需不需要母雞當然需要 所以他的基本盤就是國民黨的基本盤不夠大 那但是你的母雞可以不要侯友宜啊 你可以也不要說就亂找去找去柯文哲啊 你的母雞就改成縣市長下去啊 就叫做聯省市長 那叫做寶小雞嘛 可是 企侯友宜這隻母雞嘛 可是很現實啊 比如說 袁清彪 他兒子 政治 政治香火要延續嘛 因為現在被林靖瑩卡在那裡嘛 而且之前柯文哲 他本來就有跟顏寬恆他們那個 那個合體啊 吃飯啊 拍照片啊 顏清彪 我覺得跟柯文哲之間是比較好談的 中東景那個時候其實在投票前 縣長投票前他也去跟柯文哲啊 柯文哲算是雪中送炭喔 然後 張榮衛 柯文哲也見過 侯宜還 到今天不曉侯宜有沒有見過 這些票 柯文哲應該很容易拿吧 不見得 我們還講說 組織票歸組織票的邏輯啦 嗯 組織票很多叫做長期服務跟 跟選錢的利益啦 我們不要講買票 就是選錢的利益 那利益有政策的買票 也有各種的 補助啊 他可以是有形的 有些無形的 各種的人情道理啦 異理啦 啊 組織票其實 為什麼說 侯友以利要找王金平 因為就這些人脈關係嘛 啊人脈關係 其實國民黨內有幾個 有全國性的人脈關係 張榮衛是一個嘛 嗯 嚴親標當然是一個 嚴親標是因為在中部的廟宇系統 那其實 還是你要落地 所謂的落地原因是 地方派系很少是全國性的地方派系 都是所謂的 尤其國民黨 民進黨有全國性的地方派系 比如說新草原 新草原 但是 國民黨的地方派系 都是地方型的 嗯 你要落地 所以我才說 聯省自治是一個方法 盧秀燕對於台中地方派系的了解 跟台中地方派系的 的利益交換跟關係會比你柯文哲差嗎 一定看 那更好嘛 因為我是市長我有行政 行政權資源嘛 啊然後張善政現在也做了快一年啊 他到年底選舉前也做了快一年 大概也掌握了所有國民黨的一個系統的關係嘛 因為張善政旁邊的副市長還是朱立倫派 對 所以不管是張善政也好 蔣萬安也好 蔣萬安你問我 蔣萬安你不要覺得很多人 尤其綠營我們在綠營的節目 不要說綠營的 綠營支持者聽的比較多 蔣萬安其實他的魅力是你們 我們綠營無法理解 他對藍營那種公子哥那種 第二個馬英九的魅力 帥帥的 絲絲文文的 你那個不輸給柯文哲啦 你不要覺得柯文哲在台北市很強啦 否則的話柯文哲 黃山山也不會選第三名啦 柯文哲有基礎啦 但是 蔣萬安在台北市對於藍營的魅力 絕對不要說往外擴展啦 至少可以鞏固藍營的啦 對他至少是第二個馬英九 鞏固藍營 你其他小一季自己去吃 趁去吃馬 所以不管如何你各個 我直接講國民黨各個縣市長 每一個都比柯文哲 每一個都比侯友宜強 對在我自己的地盤 地盤裡面 我是王 所以國民黨自己的內亂 是自己對自己的沒信心 嗯 然後朱立倫不願意 我說連城自治就是要放權嘛 你就是黨中的資源 我在台中市就要全部放給盧秀營去操作嘛 對 那我自己才顧小七嘛 那朱立倫不願意放權嘛 他才會導致國民黨今天他硬拉著侯友宜說 我一定要打爆九局下半 欸 中華隊總教練 讓大家最討厭的地方 就是該換頭的時候不換頭 不換頭就算了 欸 你不要忘記了 你真的可以打到九局下半嗎 會不會打爆啊 打爆的時候就提前就 就齊願結束了 就是 就是所謂的氣把就會操作了 比如說對付柯文哲 我說國民黨要對付柯文哲 否則我要講的是說 欸我說我已經用第三次國共內戰了 第二次國共內戰的時候 你從整個大陸逃到台灣來 台灣人民對你很好 讓你活下來 你不要在台灣的歷史 政治歷史上面 在中華民國的政治歷史上面 從此消失了 柯文哲是絕對有這個戰略本事的 我還是要佩服柯文哲 他一路以來 其實他操作戰略戰術的靈活度跟技巧 絕對不輸給毛澤東的 在民主政治上面 那這也是危機 我要講說 因為我要講的是說 如果今天台灣啊 我說真的 為什麼我說 人家說你支持 為什麼支持 我說我支持民眾黨是 為了他的十年的計畫 那台灣現在可不可以嗎 台灣如果現在是比利時啦 五百多天沒有內閣總理 活得好好 還是活得下去 如果你讓民眾黨取得關鍵席次 台灣內部行政院長到處倒閣來 倒閣去的時候 再加上你這個總統 如果柯文哲當總統 你這個總統 總統的性格就變來變去的時候 你面對台灣不是像成熟民主國家 是說真的公民社會很強 而且不像比利時周邊沒有什麼敵人 台灣要面對 就叫做中國強大的危機的時候 如果這時候讓柯文哲當選 讓民眾黨在國會裡面取得 所謂的關鍵第三黨的形勢 那台灣會不會亂掉 可是 可是民進黨也好 賴清德也好 今年要守住國會過半 他難度真的很高 因為那個還要有蠻高的投票率 我覺得他要爭取出一批 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批選票 但是我要講就是說難度蠻高 但是陳隨便也在當過一個小 所謂的小的所謂的未過半的國會啊 未過半國會就是你更要謹慎小心 我覺得賴清德有這個本事就是還蠻謹慎小心 所以隨便你那時候多痛苦 對很痛苦 因為你所有的政策可能都會過那個 就變成但是你還是因為台灣還是總統制 你雖然有倒閣權 但是倒閣權那個時候在憲法制度是怎麼樣 為什麼為了讓台灣可以穩定的執政 就是總統制 穩定的總統制 所以在倒閣權的受限就是 同時總統擁有解散國會 是 叫做威脅的 是 兩個互相平和 抗惡嘛 那所以立委會不會輕易的發動倒閣權 我好不容易 開幾個千萬 比較酸掉 要做我四年我就還要頂算了 還要開四五千萬 而且選舉很累 很累 所以 通常 倒閣權不會輕易發動 那時候雖然你在國會裡面不過半 好 那就會產生所謂的制衡效應 讓你的政策 透過比較細膩的一個超 國會運作 能夠讓政策還是可以往前走嘛 但是如果是一個少數總統 再加上少數國會 他的國會 譬如說柯文哲 他是少數總統 他已經是少數總統 再加上國會他可能只有實習 不然你合起來頂算啊 對啊 頂來啊 所以 這個部分會導致台灣的不穩定因素 那我不認為說 當然在政治上面當然常常有這個案例 日本在 最近的前陣子見到前首相 日本在前陣子自民黨倒臺的時候 也才發生將近十年的亂局 但是台灣適不適合這個亂局啊 現在這個階段 如果不適合 判斷的時候我覺得 我覺得 台灣社會還是比較保守 對對對 而不只保守 而是我們面對一個強大的中國 然後面對美中對抗的變局的時候 一個穩定執政的執政黨 是台灣現階段所必要的 我們對執政黨會有很多的批評 那執政黨應該去改進 但是 是不是需要一個 每天變來變去 然後包含不只是個性變來變去 而是整個政治結構都會變來變去的一個政治環境 好 我們今天謝謝一戰 一戰謝謝你 謝謝 謝謝